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第三期培训前的视频虽然说它的力量爆发力还没有练出来 还没有找到发力的感觉 但是整体的动作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 非常好 为什么说它这个球拉不转 很多业余爱好者这个球拉不转 拉的弧圈球没有质量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爆发力 没有爆发力 拉球的时候呢 动作都是对的 但是它是匀速挥拍 跟这手攻球一样的 是在匀速挥拍 不是突然的瞬间加速 瞬间加速把力量集中在这一个点上面 瞬间加速 手臂腰部力量瞬间加速 只有把这个瞬间加速的爆发力 练出来了以后 你弧圈球的这个质量才会高 我稍微演示一下 我稍微来演示一下 拉这个下拳球的时候 拉加转弧圈球的这个动作 稍微演示一下 有很多人它动作都对的是吧 但是它是什么 匀速的带起来的 带起来的是吧 虽然说这个球你也可以打过去 如果说球过来的旋转不是很强的话 也可以过去 是吧 也可以过去 但这不是拉球 这是把球提过去的 提过去的 没有质量 那我们要质量靠什么 腰部集中一点 手臂收快点 收拢 快点收拢 等的时候先等好 球来了以后 快速收拢 大家看一下 先等好 快速收拢 力量要集中 这个快速收拢 靠了什么 腰部 还有前臂 甚至说到后面来 还要靠 手腕 手腕的发力 手腕的外展 和快速的向前 手腕发力 所以说这个弧圈桥拉的要有质量 这个动作一定要集中力量 快速收拢 千万不要软 软绵绵的 是吧 匀速的肯定是不行的 匀速你顶多是刚开始学 弧圈桥的时候 你用这种匀速的动作 来去感知这个标准动作 是什么样的状态 一旦你这个动作还不错 有点定型了以后 手臂加速 练习腰部的转腰发力 把力量集中在你手臂 手腕的这一点上面 集中在拍子上面 这个一点上面 手腕前臂腰部力量集中 集中 这样拉出来的这个弧圈球的质量 才会高 才会有旋转和冲击力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